画 这个叫什么 case 练习 画一个 就是汽车点火的 sequence diagram 转换为我们的 collaboration diagram OK 就这么简单 保存一下 好 那我们的协作图就到这里 下面带着大家一块来看一下我们的活动图 活动图 它是用来描述一个过程 或者操作的工作步骤 类似于我们以前在做开发时候的 它的这样一个流程 我们以前最早在包括大家在大学啊 或者在以前学校里面学开发第一步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会去学一个流程图 还记得吧 这个流程图是怎么画的呢 这儿是一个起点 一个公有眼是一个终点 然后一步一步的下来 这儿是一个圆角短矩形 一个圆角矩形 然后一旦有if then 就叫判断 判断我们就会有一个菱形 然后从这个判断会去分支 这是true 这是false 然后这边又是一个具体的函数调用 又是一个具体的函数调用 最后这样子 是不是有这样的图 记得不 什么语言都会有 C缘也有 C加加也讲过 讲数据结构的时候也前面也讲过 常常我们去调用 对吧 编程基础 考验机的一二级的时候也考过 没考过 那是因为你没考 那么这个图 以前我们是用它来分析 我们的程序之间的这个函数调用 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 我们这儿的活动图就是这个图 只不过我们更多的 不是用它来分析我们的函数之间的调用 我们是用来分析什么呢 我们用来分析 它的一个 一个活动的这样一个步骤 活动步骤 往往也可以用它来描述我们的一个业务场景 一个业务流程 一个业务流程 这是活动图的一个样子 这是活动图的一个样子 那么我们如果要来分一下 我们就看一下 这里面有几个对象 各个不同的这样一些对象 从起始一步一步的来进行操作 这是一个分支判断 然后最后这是一个终点 这是一个终点 这就是它的一个样子 一个样子 那么这个活动图 我们来看一下 它在star UML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图稍微有点复杂 你看没有 对象也比较多 对象也比较多 所以这张图肯定是比较复杂的一张大图 那不用急 我说了 里头猜也能猜到 肯定有重合的 肯定有重合的 我们建一张活动图 随便建 活动图 activity 大家管我们在哪 到这 我们说 它是用来描述我们的这样一个活动步骤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些对象 分别是干嘛的呢 action state 表示我们的动作状态 这个就是我们常用的这样的一个圆胶举行 实际上它就是我们以前在写的时候 函数的调用的那个函数体 对不对 在我们这里的话 它就是具体的那个动作 具体的那个动作 这个是不是有一点像我们当时 画状态图里面的那个状态节点 是不是有点像 那个也是圆胶举行 对不对 实际上 你可以把它就当作是一个动作 什么叫动作呢 就是比方说打球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 走入 这也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 那么这个是子动作节点 子动作节点 我们猜 大家手画的时候 不要求去掌握它 这个不要求去掌握它 因为手画的时候 你直接在这个动作里 再套一个动作就行了 跟我们那个状态节点是一样的 当然如果你在这里 你愿意区分去画它 当然也可以 开始状态 其实都一样的 你看到 结束状态都是一样的 同步也都是跟我们那个状态图是一样的 你看我们可以类比的来学习 选择 选择 这个是用一个灵角 灵形 用灵形 往往我们的什么 ifzen switch 我们就会用到它 对吧 这是流程结束 这个我们之前在画状态图也讲过 就它内部流程的一个结束点 对象流程 这个有点意思了 就是我们之前在画内部流程的时候 都还是用一个个子节点 他们之间的这个流程关系 对吧 现在这个对象流程是干嘛的呢 是可以用它来代替我们原来的那个流程 子流程里面的那些子节点 用它来代替 能理解吗 你忘了 我们当时画了 有一个 这是一个 一个大节点 大节点里头有各个小节点 最后来一个差 表示结束 当时我们这些节点 也是用的状态节点 state activity 对state activity 然后 那么 我们在这个里面 当然也可以用它 直接就用我们的action state 但是 它给了我们一个更好的一个对象 叫object flow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方块的方式 来代替它 object flow 实际上它跟它跟它都是一个东西 好 我们再来看这个 我们先来看 这个叫什么呢 信号对不对 信号量 信号量的发送 这个叫信号的接收 分别怎么化呢 这样的话 这个是发送 这个是接收 那么说白了 这个跟我们以前的什么 它就是发送消息和接收消息 发送消息和接收消息的意思 那么好 下面这个就是传递和自我传递 这个传递又是我们的association 定向的association 那么它就是一个成数据 最后一个是我们的stream line 它有一个叫法叫做涌道 叫做涌道 什么是涌道呢 后面我们会介绍到 待会我一个给大家提 那么这个是垂直涌道 下面还有一个水平涌道 水平涌道 好 下面我们一个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动作状态 比方说我要描述 我进到餐厅吃饭的这样一个过程 我进到餐厅吃饭的这样一个步骤 准确的说是描述这样一个步骤 那么 我会怎么样来写呢 这个时候叫做 比方说走进餐厅 这个地方注意一下 就是是不是没有actor那个对象 对吧 我就没法说 为什么不先把我放上去呢 这个我 对不对 对啊 这个时候没有 没有我们能不能给它放一个呢 我们找一个actor吧 可能反正也有 很遗憾 这张图不支持大体 放不了 那好吧 我们就当 他现在不能描述关系 我们就当 走进餐厅 坐下 坐下点菜吧 然后吃饭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活动节点 那么这个活动节点跟我们的状态节点有点像啊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也可以在这加上它的几个action 看到没有 这是不是跟我们的状态是一样的 就是你这个活动节点 你进入啊 和退出的这样一些action 只不过 有点不一样 我们原来的状态节点 这个地方是 几乎是一个名词 对不对 就是一个ing 什么什么ing 对不对 比方正在什么什么中 这样的一个动名词的这种感觉 那么 这个地方我们既然 它是一个action state 动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其实这个时候 我们直接可以用东宾短语来描述 这个了解就行了 这几个 如果有必要 大家都加 跟我们的那个 state chart是一样的 跟那个图是一样的 那么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这些都是一样的 stereotype 你自己也可以去选 但它这里头不支持 你可以自己去定义 都无所谓 那么 它的纸是怎么弄的呢 就是你坐下点菜的时候 它可能还会有 纸动作 叫什么呢 先 先 拍一下那个凳子上的灰 再拿出纸来擦一下桌子 就这种东西 对不对 哦 这个工具 不支持 直接套进去吧 这个工具 它还没有涉及到这样一个功能 那没关系 反正你就用 你用图形来表示好 它就行了 你这样子来画它 就可以了 它自己有一个 居然会跳出来 它没有把它直接包含到里面 有的工具就这方面就做得比较好 像肉子啊什么的 OK 那么在这里头 我们就说 它和它放到里头是不是一样的 就记住这一点 是一样的啊 好 现在是起点和终点 不要忘了 我们现在先不连线 这个同步 没什么好说的嘛 你下回同步怎么画 这个很清晰 对不对 所以我就不演示这个同步怎么画了 好 decision 待会我们再说 我现在想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的是谁呢 我顺便先介绍一下这个object flow和flow final 那么做一下点菜 它可 我们想去描述一下它点菜的内部的这样一个更细的这样一个流程 我们就试着用object flow 用它来做这样一个处理 比方说 找凳子 是第一个流程 这个做的不好 这个工具 这个也不能迁套到里面 找凳子 插桌子 诶 应该插桌子 打错字了 没事 再给它放大一点 叫服务员 点菜 最后 这个环节结束 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 那么 就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过程 起码连线我们是会的 还是用的transition 就技术用这条 这就是我们的乘数据 对吧 连到这个大的 连到这个大的 先把这个大的给它连完 这个会吧 那么 在这个时候的话 注意 这条线 跟我们原来的state chart的 diagram的线很类似 看到没有 我们可以在这里 写它的一些触发事件 触发事件 那么 这个图有一点 有意思的 就是你写也可以 不写也没关系 好 那么下面我要连一下里面了 我连一下里面 我就这样直接连 看到没有 线发生变化了 这样 用它来标定 它是一个流程 是一个 紫的这样一个flow 是这样的一个紫flow OK 这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过程 当然我没有去定义这些 我定义的非常简单 那么 但是 在这个地方 我点菜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呢 菜馆 要是没菜怎么办呢 所以我这里 它是不是有个分支 对吧 我们就来 转换一下 点菜的时候 它可能会出现问题 第一 叫做 叫做 这样子 我们这样子点 直接给它写名字就行 没有菜 我说手写的方式 第二 这个注意啊 这个分支 它跟我们的那个 有菜 它跟我们的用力图里面的 那个include有点不一样 因为我们用力图里面的 哎 晕了 我们用力图的那个include 我们喜欢 把分支条件的判断 是不是放在这个地方 对吧 我们会在这儿写 有菜和没有菜 对不对 但是这个地方条件判断 我们放到线条上面 这个活动图 就是我们以前的嘛 我们以前的 是不是喜欢用 一不认 是不是都写到这个线条 这儿了 对不对 好 这个大家理解一下 因为在线条这儿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 有一个守护条件 你看没有 有菜 菜 没有菜 到什么程度呢 比方大于100斤 你看我们还可以 给它定义一些 守护条件 所以我们放在这儿 是比较有意义的 这个这个 有菜应该是大于100斤 存量啊 小于100斤 我们菜家就说 我们的菜家就说 没菜了 就不卖了 我们剩下 是留着自己吃的 啊 所以 这就是他的这样一个过程 好 但是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我们还会出现一种情况 什么情况呢 比方说 我要去发一个什么消息的时候 去发一个消息 比方说没有菜了 我不是就要去买菜吗 买菜要去干嘛呀 打电话给供应商 对不对 如果有的时候 我为了表示 它是一个消息的 这样一个发送 和接收 我就会这样子来做 制电 供应商 然后这儿 会什么呢 得到 反馈结果 这边供应商 然后 供应商 比方说 这是供应商的事了 我们就不管它 有点画不下了 这个地方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注意一下 那么 在这个过程中 我就通过这种方式 表示 它要去 向我的供应商 去发送这样的一个消息 去发送这样的一个消息 那么并且 得到这样的一个反馈结果 反馈结果 这个地方 我也要 也要提一下 往往我们在 在手画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 我们在手画的时候 我们一般 这条线和这条线 喜欢用虚线 这两条线 我们尽量的用虚线 也就是说 实际上 我们在手画的时候 我们 包括大家 现在画的时候 你比方说 我们叫服务员 我们往往喜欢 用Object Flow 去连接它 看到没有 用这种方式 来连接它 这个了解就行了 这组手画的时候 我们用虚线 就是你看 原来没有很讨厌 画法太多了 我们一定要 学会一套 适合自己的 这样一个画法 OK 你看我们这些对象 是不是都已经介绍完了 除了谁 除了最后一个 好